大家好,我是戴光丽专门 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我人在台北车站 没错,我回台湾了 那我现在回到台湾了 过几天,然后呢 想要去去玩 想要去台湾旅行嘛 那我这一次的计划呢 就是想要去台中跟高雄 那我们为什么选这两个地方呢 是因为这一次我会跟学弟一起去旅游的 学弟说嗨! 嗨! 两年前吧 就是我带他去台中跟高雄 就是第一次玩的那个Vlog 看看有没有印象 然后呢,我离开台湾大概一年了嘛 这一次的感觉有点像 想要重新认识台湾的旅游这样子 真的是很久没有回台湾 所以就是想要自己体验看看 那个台湾的美食啊 或是风景啊,台湾人的热情等等 好期待,那我们走吧 我们这一次呢要坐高铁 不是徒步晃动的好不好 哈哈哈 你现在应该很厉害吧台湾旅游 对啊,我去了很多地方 高铁舒服吗? 呀,我们坐的位置 你徒步的话从台北台中要多久? 一个月吧 哈哈哈 现在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诶,学弟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都没有这个台中捷运耶 可是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台中火车站 那就是应该要坐台铁就对了 偷看一下 哇,真的是捷运耶 你也太刻意走路了吧 诶? 那你 哈哈哈 之前有这种感觉吗? 诶,我也不知道耶 应该是有改变吧 感觉变得很漂亮的耶 蛮漂亮的 真的哦 这条路我环岛的时候有走过 真的吗? 那你往那边的话会到哪里啊? 会到彰化 诶,你真的很酷哦 这个有徒步环岛的经验 你这个看台湾旅游的那个看法真的很不一样 感觉很有趣的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到了台中 现在的时间是...哦,这什么东西 12点 所以呢,我们刚好就是午餐的时间 这个把这个行李要放进去我们的饭店 然后就吃饱午餐 你这边有没有印象? 好怀念耶,这里 你还记得吗? 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个 这个,那个吧,这个 对,对,对 这个是... 两年前,这是我们住的饭店 我订了一模一样的房间 哈哈哈 很棒吧? 很棒耶 这样我们可以想起那个时候的回忆 我们刚刚要check-in的时候 我发现3点才个月check-in的 所以我们刚刚他放行李 然后先去个午餐好不好 好 然后呢,刚好旁边就有那个台中第二宿场的 那这一次的我们旅游的话呢 其实日本人只要来台中玩的话呢 就一定会去的那种地方 我们就去一下 然后顺便我们也可以去那种 两年前我们一起去的那些地方 然后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或是变化的 因为毕竟过了很多事情 我们也改变了 应该台中也有改变很多 吃东西 我太饿了,我太饿了,我太饿了 台中駅から徒歩約10分のところにある 台中第二市場 地元民ばかりの雰围 台中地元飯を存分に楽しめる 伝統的市場です ここ,美味いもん多いんです,ほんまに 你要吃什么? 我想吃红肉饭 え,可以,我也想吃红肉饭 哇,这种我觉得真的很台湾ね 日本不会这么做的 红肉还没有煮的状态 我真想吃那一千多 ちょっと人多すぎる やばいね 40人ぐらい並不合 今回僕が訪れた上方鲁肉饭は ほんまに鲁肉饭の概念を変えてきます 極厚の豚チャーシューに白ご飯 これさえあれば人生ハッピーです 大きらの機品を買った デイを食ってみました 表面有一回 大きい これあらかわいい 飲料餐料に失致されます そして、ぜひと Autom visitor 日本の水杯余lakと。 わー 福 Small אğpen 普通の虚 répも交代わり うわ、美味しかった 等下 等下 久等了 我們剛剛大概等了20分鐘 終於我們的空肉飯到了 我覺得有趣的是這邊的滷肉飯 就是這個空肉飯 我以為滷肉飯就是那種 比較肉燥飯小塊一點的 可是沒想到會有這麼大塊的 我看看這個外觀 真的 這真的太太 等一下 等一下 太明顯了 這很厲害 真的太好吃了 這合理嗎?真的不合理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的部分就是 這個空肉的調味 非常下飯的 而且這個肥肉跟瘦肉的比例 也是抓得剛剛好 所以其實也不會討厭 就是很濕膩的那種 我自己覺得這個飯也是很好吃的 它這個飯是有一點的 這邊特別的味道 跟一般店家的飯有一點不一樣 那個煮袋也剛剛好 不會太軟也不會太硬 真的嗎? 再配一下這種 不太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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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再來喝這個 第二次長非常有名的 我現在上天堂也其實沒有後悔 我現在上天堂也其實沒有後悔 這人生已經滿足的那種 而且我覺得這邊好的部分是 可以感覺到那種很地方的市場的感覺 那日本人來這邊也是我覺得 滿有台味的 因為日本比較沒有這種 在市場裡面可以吃這些很多美食的 你可以吃了 久等了 久等了 放我換我換 你趕快吃 那太好吃了 你真的吃了會上天堂的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真的是不是超厲害 肥肉感 它是臭肉的比例也剛剛好 我剛剛有說 你真的一模一樣 你太煩了這個 而且這個叫滷肉飯 這個我剛剛也有講啊 他真的沒在聽我的話 認真沒在聽的 這個背景很好看 很開耶 對啊 一定要來這種地方吧 那才是 吃飯 我們這次的女生一定要吃飽很多 因為我好久沒有去台灣這種當地的美食了 你看我說這麼多 該要判了吧 這個才30塊 咦 這麼大倍30塊 而且我覺得我在日本的時候 就習慣喝無糖的紅茶 可是呢 我現在一喝這個 紅茶就是這個 一定要甜的 這麼熱的天氣 真的要糖分 喔 它炒很香 它感覺很香 好 接下來是 阿智福州意麵 絶品的汁梨混雞蕎麵 絶品的汁梨混雞蕎麵 が楽しめる店 とにかく 店の方がフレンドリーで 日本語メニューもあるので 安心です 很久以前來過的女生 是啊 你們真的有記得嗎 有啊 我是要50塊錢還是40塊錢 要50塊錢自從辦美食 你有不知道嗎 你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很棒啊 那是大概三年前的好不好 超知道 你們真的都記得喔 而且你是坐這裡 比我還記得耶 我沒有記得我坐在哪裡 謝謝 我給你一點點 好 這個是福州干伊麵 我剛剛真的有點感動 因為我真的大概三年前吧 就是有來過這個店 然後吃飯過的 他們竟然還記得我耶 喔 因為剛剛吃飯了嘛 那就是現在要吃麵 美味美味 我覺得這一家的麵是非常好吃的 因為我就是比較重視這個麵的口感 就是要非常QQ彈牙的啊 他們就是了 然後他們還領上去這些肉醬吧 所以真的好吃 因為日本人很愛吃乾麵 但我剛剛也有看到日文的那個菜單 所以疫情結束後 希望更多日本人來這個第二市場來吃飯了 超特別的 雖然應該很多日本人不敢嘗試的 這種雞爛耳朵小菜 我喜歡那個 我一開始以來真的不敢吃這種 為什麼要吃雞爛耳朵 真的是味道 但現在我為什麼不點 一定要點這種 另外一個招法應該是這個湯吧 這邊的這個魚肉公館也太大碗了 很好吃喔 找我一下 找我一下味道 你的答案是什麼 很像日本的脂肪 這是日本的乾麵吧 對 乾麵的 這很油油的感覺 蛤? 游泳 游泳的感覺 游泳 油嗎 有 所以你這樣形容感覺很不好吃 這樣我就沒有錄到鏡了啦 我也很怕耶 你也要自信嗎? 那你要再進來 我也想要啦 那要好好拍喔 哈哈哈哈 你要拍 不然誰拍 那 那 等一下好不好 謝謝謝謝 太專業了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春水堂 這是日本人非常愛的那個珍珠奶茶店 可是呢 不是普通的春水堂 原始的店 所以呢 來台中的話我覺得可以順便去看看 很多日本人想要來這邊的 日本でもおなじみの春水堂 なんとここ台中のお店が記念すべき店舖目だそうです 夏の暑さで歩き疲れた後 風情の感じられる店内で 定番の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を召し上がれ 因為呢 日本也是有很多春水堂的店 就是當時來大阪的時候 也真的是超級無頂多人排隊的 然後我剛剛看裡面那個店的介紹裡說 世界各地的現在那個春水堂 是從這邊 這個台中的這邊開始的 然後呢我覺得這個店的設計也是很可愛 像剛剛看到電視插話 真來做的那個過程啦 然後那邊還有很多 在世界各地有那個春水堂的那個 國企就是會放在那邊 蠻有feel的一個店 然後這個背景也是很好看 這應該不用說明了吧 就是非常經典的珍珠奶茶 當然它的珍珠是非常Q彈的 完全這口感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它的這個茶味也是很香 然後跟這奶茶一起配就 絕配 就是跟紙杯喝的跟這個杯子喝的 感覺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我覺得台中真的是天氣有點熱 所以我們剛剛走了一下流汗 那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可以休息然後喝個茶 再看一點 好棒 哇這也太懷念了 真的嗎 欸你過了 你過了 你去過了 對對對 喔 這裡是我們之前一起睡覺的 你不要講 你這是我們的秘密 對 同一個床要睡覺 OK嗎 我可以啊 喔好 因為這樣子比較划算嘛 我們這次選的房間呢 就是只有這個 double bed一個 所以 就是要跟這傢伙 我今天要一起睡覺的 有沒有覺得這個一個人 一晚五百 欸 還不錯吧 我覺得CP值是蠻高的 只是 雖然我們兩個人就是要睡同一個床 就是 有一點不方便 你睡這邊吧 你睡這個沙發也可以啊 耶耶耶耶 我睡這邊啊 你睡這裡啊 為什麼我比較高 我睡這個沒辦法 那剪刀是什麼 剪刀是頭部 沒有啦 一直睡一直睡 你台中火車站大概走路 十分鐘 嗯 可以耶 採光也是好 好我們現在呢 他成功做到這個台灣的公車了 欸 這感覺很懷念 我們上次去那個高美CD的時候 也是做這個台灣公車去的 做到一半那個公車是壞掉的 你還記得嗎 對對對 他們說現在車子有問題 所以要等一下 欸 這不會動耶 車子有問題 等一下啊 怎麼辦 我們的風景 我們的戲眼咧 糟糕 今天應該是沒事吧 好像是OK的 希望我們來不及那個 不是 這個這個這個 希望我們來得及那個 是看戲眼的 上車 謝謝喔掰掰 好現在我們到了一個 有點莫名其妙的地方 那個公車的大哥很親切喔 因為我們就不太懂這裡的 可是他很親切的告訴我們 就要找一下那個計程車過去 從這邊大概要10分鐘就到了 1號造車了 高美CD 是這邊 應該來得及吧 夕陽 哇賽 我們來得及吧 又來到這個高美CD 很厲害喔 很漂亮耶 哇哇 哇靠 真的真的很漂亮耶 你還記得嗎 上次我們是坐巴士的 我們坐到那個後面 對對對超遠的那個 什麼5號風車什麼的 現在我們到了 9號風車站 水把空氣突然安靜 哇好期待喔 爬山 爬山 爬山之後應該看得到 非常漂亮的風景 爬山 真的太漂亮了 我覺得 我現在很感動耶 比上次我們來的時候 天氣是還好很多的 太棒了 台湾でも優秀の夕焼けが見れる 絶景スポット 高美CD 環境の際には 橋の下へ降りることができ インスタ映画写真なんかも撮れちゃいます もちろんデートにもぴったりです 今回は男人二人旅ですが リム はい 你現在是大帥哥耶 我真的 配夕陽 你真的是帥很多 你原本就還好 但現在 因為有夕陽 所以就變得非常帥 太美了 我覺得真的很美 果然我是天氣之珠ね 而且現在是真的是 見那個夕陽 是要下去的時候 所以 我們對時間 對天氣 對人 呃 繼續完成 有點不懂 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 這個就是高美式地 上次我們 來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走下去的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吧可以吧 我們要拍那個 完美角 現在好像是 沒辦法很浪漫耶 這樣感覺 為什麼我要跟 學弟一起來啊 這個我才是 上次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是第一次嗎 對 那這一次是第二次嗎 第二次 啊哈 我是第三次 因為我有跟別人來過 跟誰來的 一層日本男生的朋友們 他們 四個人一起來的 他們也是蠻喜歡這邊的樣子 可是 那天的天氣不是 這麼的好的 所以今天真的是 超棒的 所以 ஆ就是 最後的地方 hinges strip 好 最…"最… 骨盾 最… 最… 最怎麼講 最… 最… 最…咦… 對啊 咦 怎麼 最磨盾 最磨盾 是大量就是 可能就是 離台中也可以 大概一個半小時嘛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這樣 哇!妳拍得很好耶 囉 你是每天來這邊嗎 沒有 哈哈 看天氣 喔!看天氣 所以今天算是應該是好天氣 因為他在 從哪裡來? 從日本 大阪 大阪 你有去過嗎? 有 所以現在是水太多了 為什麼這麼多? 是因為最近下了大雨嗎? 潮溪啊 我知道潮溪 我聽得懂 所以這也是都要看天氣嗎? 對對對 好 大家最後一站呢 就是來到一中街 我們上次也是來過一中街是不是? 來吧 太好吃了吧 這個我很喜歡耶 我從來沒有吃過的 雖然我知道一中街就是 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 但是我們還是想要來一下 對日本人來說 這個夜市文化就是本來很特別嘛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非常餓 現在期間已經是9點半了 我們花太多時間了 要趕快吃 真的太餓了 你看到什麼想吃的就點好不好 也是台中駅から近く 様々な唯一グルメが楽しめる美食の楽園 太りすぎ注意 なんか正想っててこない 確かに距離しない 本当に美味しい どうする気、遅くない 本当に美味しい 本当に美味しい 皆さんがいい 本当に美味しい 本当に美味しい 我也是好久沒有吃雞排耶 真的 等一下 我認真頂不下來的 不想收港少 啊 美味 你跟我一樣 還沒關系 還沒關系 真的 很有壓力喔 我覺得這邊一種大雞排的那個特色就是 它的脆度 它其實肉是沒有蒜的很厚 但是呢 我覺得因為肉沒有很厚 所以它的皮的 其實的感覺就是更酥脆的 上面淋上這個調味片嘛 就是有點像那種胡椒啊 然後就是雞排的那個 特別的那個調味料 如果是喜歡那種比較薄一點的 然後 皮很脆的那種的話 就可以吃這個 很像台北的那種 好大大雞排那種類型的 要是說實話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厚一點的 就是肉很厚 然後吃起來很嫩的那種 也是很好吃的 以上 我喜歡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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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要吃飯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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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九千打蛋加火腿 加起司 加玉米好了 我真的加滿了 加超多 好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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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裡面有這麼多的 我真的超久沒有來夜市的 太興奮了 它這個跟蔥抓餅有點類似的 烤到很脆 所以它其實外皮是很脆的嘛 然後 裡面這個 很豐富的這個口味 就全部都一直塞進去的那種 好吃 夜市真的太好玩了 我還要逛捏 我還要吃捏 我真的現在口渴了 然後呢 我每次都會點的就是西瓜汁 我知道這邊的阿越紅茶品是非常有名 可是我們中午已經喝了那個紅茶 所以 讓我喝西瓜汁好不好 我要西瓜汁大杯的好了 好 這大杯有那麼大喔 還是你要中杯的 中杯在 沒關係 大杯好了 我要喝最大的 喝到爽 喔齁齁齁 好像我每天過這麼大杯的西瓜汁 一千公升耶 喔齁 這樣太天淡了 這樣45塊 我覺得很便宜耶 哇 天啊 超爽 而且它的西瓜真的很甜耶 我最只是比較不喜歡那種 西瓜汁裡面會有那種 西瓜的就是一粒一粒的感覺 你懂嗎 就是有時候會咳也是 沒有沒有沒有 種子放進去一起的那種 就是比較處理不好的 可是它完全不會耶 而且它也有時候不加水了 所以就是西瓜的那個濃濃的味道就是 直接跑進來我的這個喉嚨裡 這什麼形容 好糟糕 一定要點這個西瓜汁 有可能不要這麼大杯的 但是我這喝到很爽 哇 我真的是吃觀光客 忍不住了 我想吃大腸包炒香 任何的也是都可以吃的 可是抱歉大家 我現在真的很想吃這個的 你們還有嗎 沒有了 沒有了 怎麼辦 有 我覺得這邊還有開放 好 大家 最後一道菜 今天吃了非常多 那最後我要去 大腸包小腸 日本沒有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大腸包 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趣 大腸包小腸 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就鬧鬧會搞混的那種 我好久沒有看到你喔 你真的 好久不見 好吃 米醬嗎 米醬就是米嘛 等一下 應該不用說明吧 你們就是米醬再加這個香醬 那我覺得它香醬特別的部分是比較甜味的 日本的香醬沒有這個甜味的齁 我一開始吃的時候真的不太習慣 可是現在就是米醬這個味道 而且它裡面放了非常多蒜頭的 而且這樣一個菜35塊 我覺得還滿划算的啦 好我們回到飯店了 那這一次的台中旅遊就這樣子解釋 怎麼樣 謝謝 謝謝 謝謝什麼 先說我的感想好了 我因為離開台灣一年了 然後在日本生活 然後又回到台灣 然後就是旅遊第一站就是台中 那我真的有一些變化了 沒有看到的像捷運啊 或是那些車站的樣子 都是有稍微改變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沒有改變的就是 應該是台灣的人親味的部分 因為我今天是有遇到很多粉絲啊 然後就是很多巴士的公司的那個 司機大哥也是幫我們很多忙的 因為我這一次的旅遊 這個概念是想要重新認識台灣 這個重新認識的意思不只是 認識可能食物或文化 但主要是就跟台灣人接觸的那種感覺 然後人情味 我真的是再一次有認識到 那你覺得呢 我黃島的時候我都是一個人 然後其實 我有去過很多台灣的地方 嗯... 嗯... 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いいよ いいよ ゆっくりゆっくり 真的喔 日本語タイム 一有 日本語タイム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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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吃的時候 去玩不同地方的時候 都是一個人嘛 然後 雖然我跟Tommy 他回日本的時候 也有聯絡 嗯... 我們真的很密集的聯絡 很像情侶一樣 就他回來台灣 真的很開心 然後這樣跟他一起旅行的感覺 就是跟一個人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的 好玩的感覺 對啊 可是我覺得各有各個魅力 因為你黃島也是一個人 也是有很多... 遇到很多好玩的事情 那我們兩個人旅遊也是 由於到 就不一樣的 就是感覺 你後面放了洋蔥欸 有嗎? 一點點 其實有那個 蒜頭的味道 的意思 你是我嗎?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洋蔥 是蒜頭 而且他裡面放了 非常多蒜頭的 反正我們這次真的 很開心的玩 明天 我們會再去高雄 玩一些 以前我們去的啊 或是... 就是也是想要重新認識的 高雄那個地方這樣子 因為這次比較沒有很多時間 所以 我們只能去這兩個地方 可是 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 就是想要去更多台灣的一些景點 地方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一下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就是謝謝大家收看 這麼長的影片 掰掰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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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2是最快的 我們太重了 哈哈哈哈 你看這個嗎? 沒有嗎? 高白一定會成功的 你不要跟我高白喔 拜託不要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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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